大家好,我是黑野骑士,欢迎来到野外 今天的视频我要做一个捕猎陷阱 在以前的视频中我做过关于捕猎陷阱的视频 但今天这个视频,这个陷阱不一样 因为我又有了新的思路 新的捕猎陷阱的思路给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现在来看看我刚刚做好的一个陷阱 这就是我刚才做好的一个陷阱 看起来很不一样,因为上面还有一个硬质板 这个陷阱是由两个套索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陷阱的这一边有一个套索 在另一边也有一个套索 动物只要从一边经过另一边 不管从哪一边上去都会被套索套住 原理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们现在看,先试一试这个陷阱的威力 我把我的手模仿成小动物 就算是一只兔子吧 现在它从陷阱的这个部位想穿过去 或者使用上面的右耳 它就要踏上这个硬质板 让它一踏上这个硬质板 就会被陷阱给套住 可以看见,我的手就被套住了 当然另一个套索是什么都没有 因为它没有什么动物套上去 这就是今天这个陷阱 这个陷阱到底怎么做的 我们现在看看视频 首先我们需要找到两个带分岔口的枝条 这种枝条找到并不难 我们到内科桌上去看看 有没有适合做这个分岔口枝条的枝条 可以看到我就要这一块了 以及这一块都不会要求 现在我们慢慢把它给折下来 用刀慢慢削 我们需要把枝条稍微的进行加工一下 加工成主体想要的样子 这就刚才从树上弄下来的两根枝条 落余的部分得处理掉 我们只要这样的形状 下面带一个道沟 能卡住一根木棍就可以 能让这一根也是做如此处理 这一根有点干 所以我们直接把它搬掉了 然后长度最好是一次 从这里掉掉 上面不分也处理掉 我们得到两根带道沟的树枝 这两个树枝很有作用 作为陷阱撑架的边框 现在我们还需要一根横在中间的杆子 这根杆子有点粗 我们去找细一点的 现在我们要把两根支撑陷阱的棍子 定性图里 陷阱就设置在这里了 把摄像机稍等一下 摄像机稍等一下 摄像机稍等一下 这两个一定要平行 这个分岔的枝条方向要一致 好了 这两个枝条已经紧紧的固定在地上了 我需要在中间放一根直的杆子 也就是绿树 这就像足球门的一颗 足球比赛的一颗球门一样 上面有个绿树 除了这个之后 我们还要做一个具有弹性的棍子 刚才我对这颗树已经进行了处理 把上面的枝条全部削掉了 就用它来做弹性 每一个陷阱都需要有弹性的东西 或者有重力 或者借助重力 积蓄一些势能 利用这个绿树 启动陷阱 现在我做了一个奇怪的装置 一根几厘米长的短棍上面 记得一根长线 而另一头记得两根长线 这两根线应该不叫做线 只是两个套 两个滑套 可以看见 它们是一个个套 另一边也是一样 看起来错功复杂 具体怎么用 一会就可以看到了 现在我要把这根顶端的长线固定在弹力 弹力既有弹性的树杆上面 这个树杆不是非常有弹性 真正在野外做线固定的话 最好选有弹性比较好的数量 因为这个树的弹性 实在是太差了 所以我也不想花太多的时间 这里是一个不断的数量 好 就是利用这个树的弹性 作为今天的 陷阱的动能 不好不好 这个树要断了 这个树居然要断了 这棵树居然断掉了 这就是选择树木不好的地方 失败的地方 我得重新选择一棵树了 我刚才费了九零二虎之力 可算是把另一棵比较粗的树杆给清理好了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树的陷阱连接到了下面 我把这个陷阱的一半设置好了 下面我们看一下原理 这个绳子很显然聚集着非常强的弹性势能 因为上面紧紧的拉着 然后 绳子的这一端 记得是这根小棍子 它绕过这根竹棍 卡在了这个下面的这根棍子里 这几根棍子之间都有非常强的摩擦力 所以说只要这个棍子往下移动 那么这个棍子就会脱离 脱离 这两个棍子就会脱离 于是弹性势能就会释放 整个绳子就会往后拉 往上拉 然而在这根竹棍的下面有两个套锁 在这圈内的动物就会被提起来 我们继续设置陷阱 怎样才能让眼前这个陷阱发挥作用呢 怎样才能让动物触碰这个陷阱 就让这个陷阱启动呢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让这根竹子 这根棍子往下移动 那么怎样才能让它往下移动 现在我在周围找到了一个纸盒的盖子 我们要利用它 把周围的多余的边边角角给削掉 我只要一个平整的纸盒就行了 其实不用纸盒也是可以设置陷阱的 只是今天找到的这个纸盒 我们就更方便一点 我所要做的就是 让这纸盒搭在这个线紧上面 踩到这个纸盒 就会把这个阻子往下压 那么看我们到底怎么设置 现在我要在纸盒的正中间 钻一个洞 然后 把用纸盒的这一面 把它对折起来 好了 现在我要开始设置一下这个陷阱了 我们先试试这个线紧是怎么启动的 这个棍子往下一压 整个线紧就会启动 这个树比刚才那个树弹性大多了 我都压不下来 要有很大的力 简直是一场拔河 这重量可以吊起一头猪 看着 把纸盒从这个陷阱中央放过去 让这个竹盒穿过这个纸盒的动力 然后这下边你们相机肯定看不见 实际上下边就用棍子给固定住 我需要把线紧往下移动一点 这样灵敏度就高很多 然后我们布施好两根套索 然后我们布施好两根套索 两根套索我们需要布施好 好了这是第一个套索 我要把它放在这个纸板上面 而这一边我同样不知好套索 同样把它搭建在纸板上面 这是一个双机关的套索 从任何一边动物从任何一边走上这个机关 都会启动整个陷阱 因为踩上这个纸板的一刻就已经把木棍往下压了 然后垫底就会启动 我们试一试威力 找一根粗点的棍子 当然别忘了在这根主管 这根木棍上放上幼儿 这样动物就会走上这个木板去吃这个幼儿 现在我们试一试这个陷阱怎么样 假如这是一只兔子 开始走了过来 走了过来 现在它踩上这个木棍 突然 听起来它就被套索给套住了 紧紧的套住 因为我这个树弹性不是很 弹性的距离不多 所以说也就刚刚套住 如果弹性距离多 还或者树很长的话 它就能把动物骑到一地面几米高的地方 所以说这是一个很方便的陷阱 有人说野外找不到硬质板 但是做陷阱的话 难道一定要用硬质板或者什么东西吗 其实很多东西都可以做 比如说棍子一个个搭上去 也是可以有效地做成陷阱的 只是要我们开动脑筋 不然的话 在野外怎么样也找不到实物的 用木棍搭的上面也可以起到硬质板的效果 今天我就不搭多 就搭三个木棍在上面 起一个示范的作用 在另一边也可以搭上木棍 这样兔子或者其他小动物走上去 照样式会被套住的 所以说不一定要用硬质板 其他什么都可以 只要自己开动脑筋 你就可以很简单地做出这些捕猎陷阱 当然我要说一下这个陷阱的另一种设置方法 就是在陷阱的一端打上木桩 这个距离有点远了 我先计划一下 可以 不远 注意 再削一个树枝 这个树枝的长度 正好是这个桩子 和这个密度的距离 不能长也不能短 接下来我们把陷阱 同样的拉下来 我需要这个竹子 我需要这个竹子 但是不同的地方试用 一根棍子挤住它 另一端挤在这个木桩上面 可以看到我对这个陷阱进行了一些改进 这根棍子是非常重要的棍子 因为它抵住了立柱和这根启动的杆子 只要这根棍子被扯下来失去了平衡 这里就会启动 我们把套索放在这根棍子的两端 并且在这根棍子上放上右耳 比如说肉什么的 但是要放得紧紧的 放动物过来 吃上面的食物就会触碰这个棍子 这个棍子要失去平衡 就会马上被套索套住 比如说动物从这边过来 启动了这根棍子 就会被套索给套住 今天的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观看